继大中路和华夏路口装设路口多项违规监测系统之后 第二处在博爱路和新庄路口也启动了 由于逛商圈的民众相当多 很多车辆贪图一时的方便 红灯回转博爱路 造成交通事故率不断攀升 现在有了雷射的感测器 配合摄影机多项录影 回转车辆将无所遁形 10月宣导11月将会正式的开阀 行驶在博爱二路与新庄子路上的十字路口 很常发现车辆违规红灯回转 前往百货商场的停车场 贪图一时方便 却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率不断攀升 统计106年发生40件车祸17人受伤 107年攀升到47件28人受伤 108年统计到8月底为止 总共发生了23件的车祸 11个人受伤 那主要的噪音 就是因为那边常有车辆违规回转 尽管经常派驻警察交通指挥 或抓违规车辆却还是仿佈慎防 为了降低违规减少事故发生 继大宗滑下路口装设科技执法后 高雄市警察局在博爱雨仙庄路口 再度装设雷射感测器 配合摄影机多项录影 让回转车辆无所遁形 它是用三个录影镜头 还用这个雷射感应器来感应车辆 然后追踪车辆的行径轨迹 交通大队再次强调 可以左转但不能回转 违规监测系统 除了可以精准录下回转车辆 床红灯占用左转弯道 或是违规左转 不依标线行驶 都能有效监测举发 10月宣导其过后 11月1号将会正式开发 提醒驾驶人催完别什么时间 却和荷包过不去 记者李嘉的魔兽军 高层报道